哈喽,大家好,欢迎收听高雄广播电台FM94.3周末的Boss Pie 我是Patrick 嗨,我是Sony 哈喽,又过了一个礼拜了 是啊,每周日的六点嘛,现在 那每天早上呢,是不是我们都有一个例行公事呢? 嗯,我们现在是晚上 我知道,但每天早上的例行公事是什么? 哦,你是我今天每天早上也是? 对对 哦,起床折棉被 对,要折成豆腐,对不对? 那是当兵才需要 然后之后呢,我看你好像每天都有喝一种神奇的饮料 你这样讲人家会误会 好啦,其实就是咖啡,黑咖啡而已啦 好,这个铺层铺得很烂 对 我们今天呢,要聊Coffee,就是咖啡 那为什么咖啡最近呢,很受到关注呢? 其实不是最近,它已经红很久了 是红很久了,但是呢,你知道 在2021年呢,在台湾对咖啡的消费正式的超过了茶 哦,是哦? 对啊,之前你都喝什么凉茶嘛 那是老人家喜欢的 那是乌龙茶嘛 好,但是呢,居然在2021年呢 OK,就是在历史上 第一次咖啡的销售呢,超越了茶了 所以这代表着台湾人越来越爱喝咖啡嘛 嗯 然后我们也听到我们周遭很多的年轻朋友 也跑去开咖啡厅 哦,对 而且你知道那个在台湾呢 现在,两年前的统计呢 平均一个台湾人一年喝多少咖啡呢? 就是平均啦 一年喝多少杯嘛 对 如果一天,一年三百六十五天 那就一天两杯好了 七百,七八百杯吧 哦,你贡献了七百杯嘛,对不对 我是贡献了三百六十五 因为我一天喝一杯嘛 就是变成是一个习惯,对不对 而且早上起来闻到咖啡厢,心情超好的 嗯,对 就是在我们拯救世界之前呢 需要先喝咖啡 对 你在拯救咖啡厅的老板 对 所以呢,在台湾呢 平均每一个人 OK 从那个老年啊 到少年啊 到小孩啊 反正就是平均呢 小孩不会喝咖啡 每一个人一年喝一百零四杯哦 这个是两年前的统计 现在一定是超过了 哦 OK 光星巴克、卢伊萨都开了 各开了超过五百间的分店 我们没有帮他们业配哦 没有 请找我们哦 然后还有每一个便利商店 OK 几万间的便利商店 OK 都在卖咖啡 对 就变成 这个是不是一个文化已经形成了 大家好像觉得 每一天起来 这个例行公事呢 就需要喝一杯香喷喷的咖啡 嗯,可以提神 怎么 然后心情又很好 怎么形容 香喷喷 这个乖乖的 浓郁的咖啡 苦涩的咖啡 但是会不会干 你帮我想一个好的形容词 我觉得我们这等一下交给咖啡达人 来帮我们形容好了 嗯 对对 然后你在国外的时候 你常去一些特色咖啡厅 就会看到墙上呢 挂很多蛮有趣的咖啡的 关于咖啡的话 嗯 我分享一些好了 好 中文我们想不到形容词 然后讲英文好了 我选了几个 我觉得蛮酷的海报 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里面讲了什么 关于咖啡的话 Coffee and friend the best blend 就是咖啡 跟朋友呢 就是最好的混合 Blend就是在讲咖啡 在混一起的 那个字嘛 be amazing today but first coffee 不管要变成多么厉害 在那之前 先喝咖啡 就是在西方他们思维 好像每天起来 不管做什么事 先喝个咖啡 Bad day coffee Good day coffee 不管什么样的天 我就先喝咖啡 好像就是在他们的文化里面 more expresso less depresso 我觉得这个蛮有趣的 expresso就是意识咖啡嘛 然后他就玩弄了那个字 less depresso 就是少一点欲足 少一点欲足 对就是多喝咖啡呢 对 他会赶走不快乐 赶走不快乐 好 那我们今天呢 为什么讲到咖啡呢 当然也是 邀请到一位高雄的 算是 有点知名度的咖啡厅的老板 那他也是自创品牌 当然我们没有请到 星巴克的CEO嘛 但是呢 我们请到在地的年轻人 不过他们店也很厉害 每一次去都没有座位 没事 对 然后在旁边先蹲着 等位置 先蹲 蹲一个小时 才有位置给你 即使呢 有位置 也在外面要先等着 因为一堆人在门口 拍照打卡 对 那你走过去就出现在 他们照片嘛 他们又要把你批掉 很麻烦了 所以先让他拍完 对 所以这间咖啡厅呢 到底是有什么样的魅力与特色 就每一天我去看 每一天都有人在外面拍照打卡 其实是老板很帅 老板的 对 所以这个也是第二个问题要 老板明明可以靠颜值赚钱 这为什么开咖啡厅呢 对不对 我们赶快邀请他 好好好 那我们就邀请我们今天的来宾 Edan 你好 嗨 哈啰 大家好 我是Edan 嗨 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 彭壁生辉 不感当 不感当 我们其实呢 在这个节目里面介绍了蛮多 高雄在地的企业 是 对 就是有面包店啊 有造游艇的啊 还有 还有什么 还有很多 很多啊 那个化妆品牌的啊 对 那我们今天呢 因为太长太长去Edan的店了 对 现在已经变成每天来我这边上班了 我就观察出这个现象呢 不寻常 就是他肯定做对了什么事情 这是在这个经济不景气 又是有疫情 在闹的时候呢 居然还可以每一天都坐满 嗯 我就说老板帅嘛 老板帅 所以呢 这个秘诀就在这里嘛 就是如果没有颜值 就不可以玩咖啡厅这种事吗 好 我们先请老板介绍一下自己好了 还有你的店好不好 好 呃 大家好 我是Edan 那我的店目前是在 坐在延城区的爱河旁边 那我店的风格是走向比较英伦美式 其实当初在设计这间店的时候 那我是参考说像金牌特务的西装店 Kingsman 对 因为我一直很喜欢这部片 那每次在看电影的时候 我都很幻想说 假如我今天去一间咖啡店 然后让我能感觉在国外的感觉 我自己个人是蛮喜欢的 而且在这几年 其实高雄比较少这一类的咖啡店 那所以我就觉得说 我希望走出一个不一样的风格 那你说我们店的话 我自己是主打说 产品当然我们是最基本的 那我是希望说我们的服务要做好 像之前跟Patrick来的时候 来我们店的时候聊天的时候 那他有跟我说过说 我觉得你们店好像不太一样 好像服务跟别人比起来的话 好像是比较注重在这一块 对 因为我自己也是发自内心 来做一件事情 因为我从18岁大概出来 那时候还在耍屁的时候 那个时候我就是在做餐饮业服务业 所以一直以来我都觉得说 其实当然我们今天不是说 是没有原则的去可能宠客人 或者是贯客人 但是我觉得今天在有原则 甚至客人也互相尊重配合的前提下 我觉得我希望 我们要给他们最舒适的环境 因为咖啡店 其实你们来就是要一个舒适 或者是不管是工作环境 或者是带小孩来 希望说今天就是我在这里 可以得到一个很自在 因为我当时听过一句话 我觉得非常好 就是说人家说 咖啡店就是白天的酒吧 因为其实大家在上班很累 晚上出去酒吧 就是为了得到放松 那今天去完酒吧 你们放松完 那白天要去哪里放松呢 那我觉得那应该就是咖啡店 对 所以我的店里面的装潢 也会弄得比较像酒吧 这样子昏暗掉 我自己也是因为这样子的原因 所以我觉得日常讲得很好 咖啡店就是白天的酒吧 所以才会走这样子一个方向 那可能就是刚好 因为高雄没有什么这一类的 那就是运气好 我觉得运气好 就是大家喜欢 就是大家懂得欣赏 对 不是说我们特别会设计 真是谦卑 就是这个店呢 真的是选择了 大胆的黑色与金色的色系 那我一开始是不知道 你的店的存在 我是路过 然后发现 哇这个怎么那么大胆的尝试 整间店 它是在做黑的吗 全部涂成黑色 然后唯一的颜色 就是金色字体 可是呢 就吸引了我 就哇这个老板一定是很酷的 那要走进去 哇就是那个 很潮的老板 OK 然后进去呢 那个又出乎我的想象 就是有外在啊 那种这种颜值担当的人 通常都是比较冰冷嘛 然后Eden又是很热情的招待 你知道Eden是怎么样呢 我觉得这个都是生意的小细节 就是每一个客人呢 离开的时候 他跟你跟你的女朋友 都一起经营嘛 都会站起来 跟客人说 拜拜下次再来 哇这个就是服务有做到 都是小细节 而且呢 每一个客人进来 问什么问题 非常耐心的解释 哦原来是这样子哦 所以下次呢 再问一百个问题 他们也不会生气就对了 我也生气 但是呢 排队在你后面 那个客人会生气 没关系老板会想办法 还奶他们的 所以踹你的是排在你后面 那个人 你不知道他们是名店吗 是也是 那我讲到那个创业好了 其实我们节目很多的时候都是在讲创业嘛 那咖啡厅真的很多年轻人 也都是有这个梦想 能够拥有一间自己的店嘛 那这个店呢 当然经营起来看似简单 但里面一定是很多的美美咖咖 那你觉得经营一个咖啡厅 它的难处在哪里 我觉得经营咖啡厅的难处在于说 你想要开咖啡厅这件事情 为什么我会这样子讲 因为其实我相信大家有听过一句话 就是开咖啡厅的人 其实心里都有一个浪漫的灵魂 但是喝咖啡就是浪漫的事 可以这么说 因为可是其实现实上就是 我们咖啡厅的浪漫是属于客人的 其实我们真的咖啡厅的 就是真实情形就是 你有洗不完的盘子 洗不完的杯子 那这样我们店的话 我们甜点是自己做的 那其实还有洗不完的模具 甚至在你们就是开店前 我们还是要提早上班来去做甜点的 我觉得今天开咖啡店最难的地方 大概就是你心态的建立 因为相对咖啡厅 我觉得是在所有产业里面来讲 是唯本算是慢的 就是撇除掉可能你今天运气 或者你的行销策略做得非常好 这些都是应该做的 那其实你应该做的东西具备好了之后 那剩下的就是说你自己 就是像我刚刚讲的 就剩下就是运气的 跟你的服务 还有你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 那我觉得创业第二个难处就是说 你其实你要去了解非常多的法规 对 然后你要开什么形式的 你也要去想 你未来有没有要去成立加盟品牌 甚至你要当独立咖啡馆 还是说你要当一个原物料厂商 所谓原物料厂商就是说 你是卖咖啡生豆的 然后来去做贸易的 或者是主要是卖烘焙的 就像现在咖啡馆 其实看起来这么多 那其实像路易莎 他就是类似加盟的 那再来就是像我们独立咖啡馆 也有分 今天你是甜点店 还是说你是卖自己烘的咖啡豆 那这一点其实你在定位 一开始的时候就要做 因为不然的话你开店 你很容易会变成 人家所谓的杂货店 杂货店就是说你什么都有卖 但是你什么都好像没有很厉害 对 其实你一开始的定位要好 那像我们店的话 我们就是主要是因为有计划性 开店我觉得要有计划性 就是说你一开始一定要选 一个你想要主打的东西 你要主打咖啡 那就主打咖啡 你要主打甜点 就选择你甜点的其中一项就好 比如说你想要卖乳酪蛋糕 那你从开店开始 你就要去推乳酪蛋糕 我觉得一开始的东西 你不可以去太多方向的 因为其实我们开店 心里都会想说 我的东西一定是最好的 因为你要相信你的品牌 值那个价值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点 但是你值价值会值价值 但是兼客人买不买你 但又是另外一回事 那第二点就是我觉得说 刚刚说到的心态建立 就是说你开店 其实你前三个月是蜜月期 大家就会觉得说 哇可能今天有人 有些人就膨胀 哇客人喜欢我的东西 我店一定超红 但是三个月过后 你开始客人越来越少 想说奇怪 我的东西哪里出了问题吗 其实这个时候才是真的考验到咖啡厅的关键 那我说回本卖的原因是因为 今天咖啡厅的定价 今天我们定价是有策略的 但是你的东西你又不可以卖的 真的是天价 那你卖的便宜 当然赚的少 那就是回本少 这个是一点 但是我觉得 今天你要有一个合理的定价的意思是说 像我们店好了 我们的甜点 我们的原物料 都是用比较好的 今天有可能是进口 比如说日本来的 哪里来的 我相信现在其实 这个算是基本了 因为你今天可能 老实讲 你今天用便宜的原料 我觉得客人是吃得出来的 对 或者今天吃起来可能觉得说 这个不是好事多的什么东西吗 或者今天吃起来好像什么东西 切片就卖了 对 然后觉得说 那你说的东西像好事多 那也没关系 就可能是你这样子觉得 对 所以更多的是 我觉得是心态的建立 然后再来就是金钱 对 就像我们常在讲的 今天你与其学投资不学投胎 对不对 当资金无限的状况之下 什么东西都是容易的 可以这么说 当你资金无限的情况下 我刚刚的话就可以省略 做什么positioning 什么定位 主打都不用管 对 对 你说的难处 第一 当然就是品牌的定位 是 OK 而且是要计划的 你品牌主推什么 又不能太贪心 你好像很多东西都很厉害 可是你就必须选一个主打 对 不然大家就模糊焦点 可以这么说 另外一个是长期的计划 对不对 所以你到底长期的时间来讲 你想要走到什么地步 变成加盟吗 或是变成云物料的大盘 他说我只计划到明天而已 我都在想明天要吃什么 因为今天就洗了很多的碗 就这么简单 他刚刚说洗了很多的碗是难处 你知道这听了多少人会觉得 我好想要那么多碗可以洗 这个算是一个炫耀文 今天又洗了很多碗 快别这么说了 那我们就来聊聊那个品牌的定位好了 对因为呢 从刚才到现在 对不对 我们是不是一直没有讲出 你的店叫什么名字 老板觉得不重要 我已经课买了 我不需要 通常我们都会先介绍 可是这个名字又取到 取得我跟你都不会念 对 所以到底是哪个神秘的咖啡厅呢 我们先放手歌曲 听完歌 我们再回来 请老板介绍好不好 好 好 在我们听完音乐后回来呢 我们现在想要先问一下 我们帅气的老板 老板 请问一下你们店的名字 到底要怎么念 我们都卡住了 没事 我们的店叫做D-M-O-R-E 是念The More 然后中文名的话 我们是取达More 是发达的达 然后墨水的墨 跟达尔的尔 达More 是 OK 那我之前呢 就是到了店的门外 对不对 我就看到这个D More 然后呢 我就想 这个是法文吗 西八洋文吗 其实他拼错了 讲错就错 是不是有一个英文单字 我们不知道的 还查了一下 查无此字 所以为什么 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呢 其实这个名字 每次当有人问的时候 我们都蛮害羞的 蛮害羞的 因为这个名字 它后面唱的一个爱情故事 我觉得 像我刚刚说的咖啡店 就是要跟浪漫有关联 对 那其实 达More 其实它是取名 一支威士忌的牌子 叫做大魔 那威士忌的牌子的英文 叫做达More 它是D-A-L-M-O-R-E 那原因是因为 当初其实 在我跟老板娘 在交往前的时候 我就是跟酒保 点了一杯这样的威士忌 那我喝完的当下 我就决定要跟他告白 那告白之后 那我们也成功了 那所以当初 在开支援店的时候 我们一直想说 我们想要找一个 我们两个有关联的东西 像的很多 然后我就说 好 不然我们就用 我们的定情酒 来到名字 所以我就取一个谐音 叫The More 所以我的发音 才会想要变成是The More 因为那支威士忌的牌子 叫达More 所以 就是这样 OK 所以跟我想象的 完全没有关联 跟咖啡一点关系都没有 完全没有关联 原来是老板跟老板娘 自己的故事 他们的爱情故事 所以你应该要在店里 白色放满这一支酒 你要说 你们卖酒 没有啦 那是我们的定情意象 大白天还想喝啊 而且我觉得这个名字 也取对了 就是因为它是走 那种欧式酒吧风 所以你乍看之下 你不知道它是咖啡厅 你从外面经过 你以为它是酒吧 然后说 酒吧怎么这么早就开了 这个是时间搞错吗 然后原来是咖啡厅 是老板还在睡 原来是咖啡厅 老板没醒过 老板在里面 很昏暗的灯光底下 从创业之后没有醒过 还是老板其实晚上才营业 但是他睡到昏了 忘记时间 每天那个不是我 但是呢 那个你进去跟老板讲话 你就知道 其实是没有delay的 是那个回复是瞬间的 非常的好 顺畅的啦 顺畅的啦 没有罪啦 对对对 是的 好 那我们讲到了那个 刚才我们要问了 咖啡对不对 对 这我是蛮好奇 因为 珊妮是 那个不相信嘛 想要考考 老板的咖啡知识 不能这样讲 我是 我真的是 我只是你知道吗 求知语比较强一点啦 就是说 我想要知道说 关于咖啡 大家都说很爱喝 可是我跟你讲真的 每一个人一天两杯 一杯到两杯好 你问他们 关于咖啡的知识 还真的没有人答得出来 是 但大家喝 我就跟着喝嘛 对不对 所以呢 我想问一下 老板说 关于咖啡 如果我们今天是一个 平凡的人民们 不平凡是什么意思呢 不平凡的 他们会有 仙女 他们不需要喝咖啡 就是一般 大家普罗大众 我们大家在挑咖啡的话 会有什么样的建议 或者是说 可以让我们学习一些 关于咖啡的知识 然后我们平常需要 怎么点选 我们自己想要的咖啡 其实一般来讲 很多人进来我们店 他都会问说 你们咖啡有推荐的吗 那其实我就是直接问他说 你平常喝黑咖啡还是拿铁 有加奶还是没加奶 那他说我平常都喝黑咖啡 那我觉得说那你黑咖啡都喝一般的配方豆 就是一般大家都喝到的配方豆 还是说你有在喝手冲 那如果他今天有要喝手冲咖啡的话 那我就会推荐他说 那你平常喜欢喝淺焙 还是中焙 还是比较深焙的 因为每个人喜欢的不一样 他说可是我不知道 可能我就会用比较大众 因为其实现在像刚刚Patrick提到说 为什么咖啡在这几年越来越流行 那其实一方面来讲 大家也开始喝到比较好的咖啡 那所以可是有些人好的咖啡 他一定会带一点果酸 可是有些人不喜欢酸 所以这时候手冲咖啡 我就会问说 那你喜欢喝的比较偏酸 还是不酸的 那就依他们的需求来去做调整 因为其实很多客人 其实蛮喜欢我们这样子 问的仔细帮他做选择 又刚好选择到他咬的 那其实他今天就很开心 有点类似客制花 先慢慢套套套出他的需求 如果正在不问出来 问不出来 我就给你一杯最贵的 钱花下去就好喝 就有加几滴Volka 可是喝了会酒驾 所以老板是有一个flow chart 先问说 你平常是喝什么样的咖啡 那钱赔啊 然后那个或者是要酸还是不酸啊 苦或不苦啊 然后慢慢慢慢 问到了收集所有的资讯之后 再去决定要如何去做这杯咖啡 是不是 是的 没有错 哎呀 但我觉得我们 我们那个好像错了 就是之前去呢 就看到那个菜单上面 第一个是写那个 americano 是那个美式 就点这个了 每一次都点一样 原来可以客制化是不是 是可以客制化的 所以你刚刚有聊到说 像上海混合的是不是 跟手冲的 它其实差异性是在哪里 差异性在于说 我们的所谓的配方豆来讲 它可能用两支甚至三支以上 不同产地的豆子来去做搭配 像一般来讲 像我们店的话 我们就是主要都是中南美洲 那中南美洲的话 包括巴西 哥伦比亚跟瓜地马拉 那我们各自都是要取它的风味 比如说我们喜欢 因为通常巴西来讲 它有一个坚果掉性 那一般我们讲哥伦比亚的话 我们喜欢它伪乱的黑巧克力味 那我们会去以我们自己 想要表现给客人的风味 来去做搭配 那今天手冲的话 我们指的另外一个名字 手冲咖啡也叫做单品咖啡 那单品咖啡的意思就是说 单一产地 单一产区的豆子 所以今天其实你如果 开始有点了解的时候 其实很好去分辨 就是今天你要喝的是手冲 还是配方豆 配方豆就一定会有两到三支以上 对 那单品部分就是像我刚刚讲的 它的风味就是 也不管是干净度 还是说它的特色 也都会比较明显 还是这个样子 所以一个就是比较单一种豆子 那另外就是混合在一起 那还是取决于每一个人的喜好 对不对 还是取决于每一个人的喜好 那我现在 拜托你先问 所以手冲都是单一对不对 手冲都是单一豆子 你刚刚说什么 我是要说 就是混豆 或者是单一的这种手冲 就是它的味道是很明显的不同 还是非常微妙 很微小的不同 其实你真要讲的话 我们当然说今天单一产区 它因为比如说 假如建一个非洲来讲好了 非洲有非常多的地方 那都有产豆子 那再加上今天会不同的原因 也要取决于它的处理法 今天我们咖啡处理法 可能有听过水洗 日晒 密处理这一类的 那其实以水洗来讲 它喝起来就是我们说的干净度比较高 但是它相对的 它喝起来会比较酸 那日晒的部分 因为日晒的话 它就是喝起来 你的风味会比较丰富 会带一点可能热带水果 或者是发酵的味道 那密处理的话 相对我们喝起来 其实咖啡是喝得到甜感的 一般大家心里都会想说 咖啡就是苦的 谁跟你在什么甜感 我怎么喝都觉得它是苦的 其实喝咖啡也是有诀窍的 例如看身边坐的人是谁 对 身边的人 坐一个喜欢的人 喝什么都是香的 喝什么都甜 泡这杯咖啡的是谁 也很重要 这杯咖啡怎么甜 怎么那么甜 原来是你太甜 等一下 你先不要拉开话题 你的来宾正在讲很重要的事 是是是 你们要保持稳定 是没有问题 对 就是说在不同处理法下 其实你喝到的风味 都会非常的不一样 那再加上第一个就是 每个地区 比如像我们说的中南美洲 非洲 它们的土壤 环境 气候 也都不一样 所以种出来的咖啡豆 包括我们台湾在近几年 其实咖啡豆也是种得蛮好的 在 有点忘记了 在前几年还有一只 豆子得到90分plus以上的等级 OK 对 其实是打扮也蛮多生豆的 那所以其实每个地方 它们的土壤环境 气候都会种出不一样风味 其实真的要学喝咖啡的话 我觉得可以尝试从单品 可以试着去咖啡店 开始去问说 他们有没有什么推荐的 然后他们推荐完了之后 再去看看那个风味 是不是你喜欢的 因为每个人手法不一样 对 可是我每次问他们 什么推荐都是最贵的那一杯 因为你付了很多钱 你的心理就会告诉你 那个是最好喝的 也可以这么说 大家相信价格越高 它一定是越高级的 就是那个咖啡的一些味道 其实是蛮细微的 比如说有某某果酸 或是什么 那个里面有一些榛果的味道 就是分的很细 那普遍的大众是 分辨的出吗 还是其实是 你跟他讲说 这个有什么果酸 他就 真的有 这个是奶 这个是真的吗 我觉得可以 你自己没办法吗 还是我的味觉比较弱一点 我味觉迟钝 不好意思 我觉得是可以的 我觉得是可以的 因为在其实学咖啡之前 包括我自己 是完全不喝咖啡的 甚至在接触手送咖啡之前 我完全不知道 可以喝到这么多东西 像我们刚开始在学的时候 我们其实 只是没有经过训练而已 就像你今天吃一颗苹果 你不会特地去闻它 再去咬它一口 那你今天可能 你今天吃个东西 你不会先闻 然后再去吃 东西来了就先吃了 都已经饿了 可是今天咖啡训练是这样子 你今天比如说 今天你吃苹果 你先闻再去吃 或者是你今天 柠檬 我们都知道它很酸 可是我们今天 不会特别去记它的香气 但是今天 你做了这样的动作之后 你再去喝 喝了之后 我跟你讲说 这个香气有柠檬 然后你去闻了之后 你就觉得说 其实喝咖啡 会有很多东西 在互相交流的过程中 你会觉得说 这东西怎么吃起来 似曾相似 对 这就是一个训练咖啡的过程 对 在你一直这样记忆之后 对 你会越来越进步 所以要品尝咖啡 也要先训练 对 我觉得这是真的喝得出来 像刚刚讨论到 就是水洗跟日晒的部分 其实它真的喝得出 这个咖啡会比较偏酸一点 这个咖啡我真的觉得 还比较好一点 这样就是会 大家喜好会有点不太一样 那我再问一个问题 就是 既然咖啡有这么多味道 当然撇除大家的喜好 可能有些人 他喜欢偏酸 偏苦 那咖啡呢 如果真的要讲 它有好坏之分吗 就是好喝跟难喝之分吗 是有的 应该有吧 我真的还想问一个问题 我不知道听众们 会不会跟我有样的 有没有很多问题啊 你是直接要问说 那你觉得星巴克的咖啡好喝吗 不是 讲实话 不批评 没有没有 我是看谁跟我喝啦 保留立场 没有 我想问的是说 有时候我喝咖啡 晚上我会有点身体不舒服 是 这跟咖啡豆的好坏有差 还是说我喝顾量了 其实是有的 咖啡豆今天好坏的话 我们今天分成 像我刚刚讲的 今天金品 我们有分金品豆跟商业豆 那其实在金品豆 我们就是它的品种的部分 今天一个叫阿拉比卡 一个叫罗布斯塔 那罗布斯塔就是我们称的商业豆 那它的咖啡因含量 其实会比我们的金品豆阿拉比卡 可能多个3到4%以上 光咖啡因含量 所以如果你天生就是对咖啡因比较敏感的人 就容易过量而造成心悸 那第二点就是说 咖啡豆的保存也有关系 今天如果咖啡豆今天受潮 或者受到日照 久了 它其实变质 然后会产生一些我们所谓的毒素 那其实那个对人体也有影响 再来第三点就是说 我们其实在生豆的部分 咖啡生豆的部分 因为其实咖啡豆 它原本是一个果实 它是水果 那其实水果就会怎么样 就会有可能虫咬 可能会发霉 或者是它可能会营养不良 像这类的瑕疵豆 如果你去经过烘焙 然后再去研磨 然后你喝到的时候 这也容易对人体去产生一个不舒服的反应 所以下一个技能 需要学习就是分辨咖啡的好坏 对吧 那有没有是比较简单的几个方向 假设我们今天到一个店里面 喝这个咖啡 我到底要注意什么 然后它有达到什么 它就是好咖啡 然后没有达到就是烂的咖啡 我等一下就跟老板说 我这杯咖啡喝下去 心计之后你就给我退钱 然后就是说 就是那个顶末的老板教我们的 好你可以提供给我们就是怎么分辨呢 身为一个咖啡素人要怎么去分辨好坏呢 其实我坦白说 咖啡素人来讲的话 你今天光要喝它的好坏 会比较困难一点 像他 像我这样 因为像我们今天 那你知道吧 下次去咖啡你就拿好的给我喝 拿坏的给他喝 那有什么问题 你拿出来 我们是不收贿赂的 那总该有一些吧 应该说我个人觉得 因为咖啡这种东西跟吃东西一样 非常的主观 今天我的东西是好的 但是你不一定喜欢 我们其实咖啡常在讲一件事情 就是说 今天我如果冲给你喝 你觉得好喝 那就一个好咖啡 那今天你们所谓咖啡素人 自己买豆子回去冲 你冲完 我也常在跟客人讲 他说我应该用几度 用几克来去冲什么水温 然后他就说我都用什么水温 喝起来 我觉得还可以 通常我都会说我试用什么 但是如果你的数据喝起来 你喜欢 那他就是一个好咖啡 今天一个手冲冠军来 他冲了一只超好的豆子 给你喝 就你喝起来说 我觉得就没什么 我就咖啡 那对你来讲 他是好还是坏 其实这很难讲 对于不懂的人来说 是很难去分辨的 对 可以这么说 那换个问题 那对懂的人来说 对懂的人来讲 其实对我们来讲 我们会喝说 他咖啡喝起来 有没有杂味 那杂味的部分 我们所谓的就是 你可能今天过度萃取了 或者是像我们说 他可能真的有 混合到一些瑕疵豆的部分 这些东西是可以喝出来的 喝得出来 是可以喝出来的 你喝出来里面 有没有虫咬过 还是说有没有过度曝晒 虫咬过的话 发霉的豆混在里面 虫咬过也不错 你不要乱把话题拉开 我都不能分辨 老板是真的 还是开玩笑的 没有 老板是真的 我们现在要好好认真听 分辨不出了 你知道老板 他有在教咖啡的专业 他在教书授课的 对不对 所以我们今天听众朋友们都赚到 我们今天听完这一集 就学很多关于咖啡的专业 老板还没讲完 但是 你在干嘛 老板还在讲到一半 因为老板没有泡一杯咖啡还贿赂我 不好意思 没事 三尼不懂事 没事 请继续 对 我觉得就以外表来讲的话 重铸这些东西要以外表来去判断 那今天你说喝的话 那可能今天 我们讲一个比较直白一点 就是可能今天过脆的话 过度脆 当然不是所有过脆都有这个味道 我们今天讲过度萃取的话 你可能会喝到一点 比如说烟灰味 对 那其实烟灰这种感觉 不是说 不是真的说 你吃过烟灰 不是这个意思 是说今天可能 今天有人抽烟 那它剩下那个烟灰的那个味道 对 在你喝起来的时候 你会觉得接近那个风味 或许就是一个过脆的感觉 那今天 我们烘焙不完全的时候 甚至是它不 就是没有成熟的时候 其实你喝起来的话 也会喝到一股味道 但是你要我形容的话 我会讲比较台语 我认为说就有一股 浅味 浅味就是一个没有熟的味道 对 但是你说要怎么去形容它 其实这要靠去长期喝 才会有那样子的感觉 对 烟灰味突然我好像理解了什么 你熟悉的味道 我好像有时候都喝到这种味道 那你这咖啡味道好特别 那你去Demore 就不会有这个问题了 老板今天录完以后不一定 好 我们再休息一下 听一首歌曲 再回来继续跟老板聊 好 好 我们现在听完音乐回来了 我们想要很多的问题 想要来询问我们的老板 你为什么偷偷的在微笑 因为旁边坐着老板娘 老板娘很腼腆的在看我们 是啊是啊 好 我想问的是说 我们刚刚就是聊完 就是关于咖啡豆 怎么分辨它的好坏 那如果说我今天自己想要 做咖啡 泡咖啡的话 比如说水温啊 有没有要求怎么样的温度啦 怎么样的细节 是 如果关于水温的话 我个人建议就是照自己喜欢喝的口味 其实我们水温今天冲咖啡 我们并没有一个最佳温度 但是有一个区间是在于说 85度到 其实92 93 94 其实都没有问题 那今天 相对 我们来讲就是 温度越高 当然你萃取咖啡豆 里面的物质 萃取出来的就越多嘛 那就越容易过碎 可是相对的 你可能萃取出 它更多的香气啊 或者更多的风味啊 那今天相对 温度越低的话 那其实我们所谓的低温萃取 那其实低温萃取的部分的话 它是在你萃取的时间 会越来越低 那其实喝起来的话 它比较不会高温 带出那么多东西 相对咖啡喝起来 可能也会比较柔和 然后可能它的酸 也会比较明亮一点 就是除 就纯粹就是看个人 喜欢去喝的方式 但是有一点就是说 今天比如说 今天生培豆的话 那今天生培豆 它已经算是 咖啡口味比较重了 那今天如果今天 它不想要喝那么浓的话 那它就可以用温度低一点去冲 那今天如果是浅培豆的话 你希望它带出更多的香气 你可以甚至试着用 90度92度 那今天夏天跟冬天 今天环境比较冷的话 当然我们就用比较高温去萃取 那今天可能今天比较热 那我们就用比较低温 可能豆子今天比较燥热 那我们就不要带出它太多东西 那我们就用比较低温去萃取 这其实都是可以去做调整的 原来像我都用105度 都是用沸腾的 Super Idol的笑容 老门有见到我的天 老门有见到我的天 等一下 你让老门想了这么多 就是为了要讲这个梗 老门还骗老门唱一首歌 我等了 等这机会等很久 所以现在相信老门的专业度了吧 是 连歌都唱得好 所以现在就回来 如果一个人他想要经营咖啡厅 你觉得他最低门槛的咖啡知识 要到哪里 最低门槛咖啡知识 可以是领啊 找个专业人才就好 如果他有钱可以请个专业的顾问 对啊 我那是这样 那一切的问题都解决了 解决了 那如果是以一般人的状况 假设那个子弹不是无限 一般人的状况 你建议说对咖啡的了解 比如泡咖啡 咖啡豆的了解 到什么程度比较安全一点 其实程度这种东西 我觉得跟自己的 那叫什么东西 跟自己进修的程度有关 因为今天同样 在一间店 甚至在好多间店 咖啡店待过 可能他今天咖啡之力 一直都做咖啡十年的人 但是他今天不一定会想要 在他的工作环境 来去得到新东西 学新东西 我觉得这个是人 比较难去突破自己的地方 今天你会的东西 到了一定的高度之后 你会变懒 你会觉得说 我已经会这些东西了 我为什么还要去听新的东西 那我为什么今天你跟我讲 然后我就要 就是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说 你跟我讲 这些我都知道了 就是或者他告诉你新东西 你会觉得说 那个是旁门左道 我觉得今天像我说的心态的部分 或者是你说你要会到什么程度 我觉得这个是永无止境的 我觉得你要不断的去学习跟突破自己 而且我觉得所谓的谦虚 是说你今天会的东西多 但你还是愿意去听新的东西 我觉得这才叫真的谦虚 而不是说今天人家夸奖你 哇你长得好帅 没有啦 就是 没有啦 我本来就帅了 还要你说 没有啦 爸妈给了你 我们一开始只是要问咖啡 然后结果问出了一个 很大的人生道理 就是要圈胚学习 无限向上是不是 对 你知道这咖啡多少道理 刚刚从老板在讲 冲泡咖啡温度 我也体会很多道理 对 你下次去有没有 客户来 你不用问他要喝酸的 甜的 重的浓的 你给他五颗心 问他今天累的程度 如果他说我今天非常累 你就泡一杯 105度的咖啡给他 滩通指数 对 咖啡因浓度越高 应该是要这样的去区分才可以 我现在想这个 咖啡到也是真的是可以 无止境上升的 是 是查有查到 可是咖啡 你又讲到 咖啡豆都那么细 烘焙就分那么多种 然后咖啡的产地 又分那么多种 对 所以咖啡到 你要深入的去了解 真的是无止境的学习 就看你想要学习到什么程度 像我们说的咖啡 你今天要经营的话 你最少基本的知识 你都要懂 像我们刚刚那样子去对打 你要能解客人的疑惑 那今天假设 你要去走选手面 比赛面 那你相对你要付出更多努力 你的知识上 其实很多细节 你需要更去专研自己 就看你自己想要到什么程度 那我个人是建议年轻人 其实如果你未来想要走咖啡店 这件事情的话 我当然不是说要让大家都变成灌老板这件事情 因为有些老板可能他的做事上跟你不是很合 我们应该这样讲 那我的意思是说 你今天可以试着在那个环境 把自己当成店长或老板 因为这至少是我自己的方式 我今天 其实我咖啡大概是总共学了大概七到八年 那我其实第一间是做加盟连锁的咖啡店 然后之后第二间的话 我就是走一个像我刚刚说 生动贸易商 它是原物料的源头 那真的让我决定开店的是第三间独立咖啡馆 那我试着在那一间店 去把自己当做店长老板 我试着在老板要 就是应该说问题到老板之前 我试着去解决他 并且跟回报给老板 那跟老板讲说 那如果今天老板同意你这样的做法 那就表示这个方式是可行的 再来你要去观察说 这间店的行销策略 跟他的营运方式 甚至是他的单价 这是可不可行的 他的来客数 其实这些 或者是甚至你 其实每天都会接触到账本 你可以去评估说 哇 原来这样一间独立咖啡馆 然后怎么样价格 然后你的定价 可以让你去真正的获利 我觉得这个是你在开店前 你需要去建立的一个心态 对 就是等于是自我的修行 就是很多人去工作 其实就是指出50%至60%的能力而已 可是Eden呢 去把那个店当成是自己的店 然后帮老板解决问题 就是领员工的薪水 可是呢 要扛老板的责任 可以这么说 然后就学到很多 对 他先从去别人的咖啡厅先磨冰 然后呢 先练自己之后 再来开始自己上战场 我觉得这是一个蛮好的方法 是 就是我们本来是要问Eden说 怎么会想要开咖啡厅 不过这样听起来就知道为什么 因为已经有那么多年的经验了 而且也很熟了 对咖啡的生态 客服 其实都满手的 所以就自然而然就形成了 今天Demore这个咖啡厅 而且其实最主要的关键是 我还记得我第一间咖啡店的 我称他为烘豆师 他是我的第一个咖啡师傅 他其实跟我讲过一句话 他说 像我也希望说 我也鼓励现在的年轻人 因为其实我也算年轻人 虽然三十几岁 也算年轻吧 比我年轻 年轻没几岁 对 那其实他说过一句话 他说 其实开店这种东西 你如果觉得年轻 你想去评评看 你开店开店 你只会用想象的 你没去开过 你怎么知道开店是怎么样 你只会去想说 永远只会想说 今天老板为什么要这样做 老板为什么 比如说今天这东西都坏了 老板怎么还不买 或者老板为什么要这样做 是为什么老板要那样 就是灌客人干嘛的 其实今天你开店 我会建议说 你今天真的 你做好准备 当然前提是 我们刚刚所有讲的 你要做好准备 因为你今天去开店的时候 你才会 问题是陆续发生的 对 你今天真的没开过的话 你今天所有的东西 一切都只是你的想象 那其实我自己觉得 你开店嘛 你还年轻 其实失败的 我们讲直接点 人家常说年轻人有本钱 年轻是你的本钱 但是本钱是在哪里 就是你今天失败后 我讲一天 你只是回去找工作而已 你今天假设 你有在努力的情况下 还失败 没关系 那是命 你回去工作 那你再重新再来 但是今天我觉得创业 是绝对不能懒 今天人不管是做什么事 你在人家工作 你今天创业 是绝对不能懒 懒就完蛋了 从这里 又讲了一个人生的道理 从这里我理出一个总结 我还没讲过 你们先不要笑嘛 就是如果呢 现在想要开咖啡厅年轻人 可以先到我们的 Demore先来打工 先实习 对 先来实习打工 你也不要想说 领什么薪水 就先学嘛 对 然后老板在这边说 是没有薪水的 你是来学经验的 要够努力 你未来开咖啡厅才会成功 所以从开店到打烊 所有的杯子都给你洗 然后我就被老板 我就被劳暴局检举了 其实跟对老板也是一个 很大的一个关键 是 对 因为一个对的老板 老板会给你正确的一个观念 可以这么说 所以这个观念 如果在你以前的时候 已经形成了之后 之后要再改 其实很困难的 是 所以你一开始添自己的 在铺你的地基的时候 其实是要一直摄取正确的观念 是 所以我也觉得我的运气很好 我一直都把过去的老板当成我的贵人 不管是他们跟我讲过什么 我都是一直寄到现在 对我有用的 那像我最后一间独立咖啡店的老板 到现在还是 就是我们都还是有联络 因为他在创业的过程中 也辅助了我很多 所以非常的感谢他 就是Edan常常讲到说 其实运气很好 其实这句话 我帮他反映一下 就是我很努力跟没有松懈 是 那现在也到了节目的尾声 我们要请Edan跟我们稍微再讲一下 我们去哪里找到您的店 我们店的话 其实如果你说轻轨的话 搭到真爱码头站 大概走一分钟就到了 那我们店其实就在爱河边 壁中街19号 那就在流行音乐中心的附近 其实蛮明显的 光光圣地 那你们也经营IG嘛 对不对 Instagram 是 我们的Instagram的话 账号是直接搜寻我们的 The More Coffee 其实就找到我们了 而且我第一次去你们的 Instagram的那个页面 我看到你们的 哇你们的那个照片非常的统一 突然好想看看 等一下你们可以跟我说怎么拼吗 可以了 没有问题 等等 这也是听众朋友的问题啊 是不是 我很替听众朋友 没有福利的 就是你怕大家不会拼是不是 对 OK好 那请老板帮我们拼一次 我觉得DMORE 然后输入 然后再输入Coffee Coffee 就可以找到我们了 然后可以先去IG看一下 大概咖啡厅的一个 很漂亮的环境啦 重点是看老板帅不帅啊 然后老板娘也非常漂亮 老板娘 没错 好哦 那我们今天呢 很谢谢我们听众朋友呢 陪我们到这里 那如果说呢 我们听众朋友 你们有什么问题呢 可以到SUNNY的粉丝专页 SUNNY版娘时生活 来留言给我们哦 那我们下周日六点再见咯 那我们下周日服众朋友 有一点击